他还是做了决定 父子 您觉得谁会赢 一个是举世无双的光明大神观 一个是可摧呼拉朽的伟大的神佛师 谁赢谁输 确实是个难题 魏光明堪破桑桑就是光明之子 费尽心思将其收为徒弟 传授其毕生绝学浩天神辉 其料他人穷极一生都无法领悟的秘籍 桑桑揉个面的功夫便是入门 如此一幕看得魏光明心潮澎湃 不禁向天感慨一声道 见桑桑已是将浩天神辉融会贯通 魏光明这才想起自己来这都城的处众 偏偏在街上被神佛师颜色撞见 颜色担心魏光明会伤害自家那废柴徒弟 顾骨的自己精神阵守护者的身份 也要将魏光明驱出堂果 这日魏光明依旧像往常一样 和桑桑在厨房忙碌 颜色便一脚将这老笔斋的大门踹开 师兄啊你还是长得这么令人生厌 我也不想见到你 可也确实借因缘注定 原来两人都曾是前代西陵长教最骄傲的徒弟 只因立场不合各奉其主 三十年未曾相见分外眼红 只是略微出手便是将这气盘碎灭 是因不想惊扰这世人清梦 两人相约明日寻一出好地一决生死 数日里的相处让桑桑早已习惯这遭老师傅 其自是不守魏光明和颜色大打出手 可正如魏光明所言 一切都是因为机缘 魏光明将这老笔斋打扫的一尘固染 随后穿着桑桑亲手为弃缝纫的衣袍 向着都城外的青山一路而去 三人一行来到这青山境 颜色本想试图劝魏光明就此霸首 可自己穷极一生信奉光明 怎会在浩天光辉即将升起之际退缩 想来此战已是不战不休 就看桑桑抱着两只瓦翁一路尾随 此刻无人知晓 究竟是心梦填满 还是就梦变种 一切都交与浩天安排 地理拱手近浩天 共认猜拳决先后 浩天灰 山字符 魏光明初步 颜色出石头 那巨石在灰光照耀下瞬间粉碎 只是这颜色似是同心未鸣 这般紧张时刻也不忘戏弄魏光明 魏光明也懒得再多说废话 毕竟两人同为之命巅峰镜 任意疏忽都将尸骨无存 就看魏光明双臂五动猛的一挥 将那浩天的晨光映出洁白如玉的存在 说话间就看颜色掐指碾绝 掌心间渗透出来的强大服役 与这圣洁白光瞬间融为一体 却并没有意料中那山摇地洞般的震荡 念力相交 就看一道七色流光如屏障将三人裸罩 魏光明神术大作 那只见一抹浩天神灰将手指映作洁白 颜色毫无表情地望向漫天风雪 道秀一灰 一道青光符文乍现 两横两竖 横竖接二 便是锦 这锦自伏横根于天地之间 这是颜色毕生追求福到的极高境界 那无所不在的光明 竟在此刻被夜幕笼罩 但见魏光明一指伸出 一道浩天神灰直冲天穷 那从天地借来的横根服役 这从浩天借来的光明力量 竟在这一瞬间化作灿烂的烟火 一道亘古未有的大幅 起于荒原之北 落向西东 与此间相会 一束光辉 贯通古今 无始无终 遥遥无尽 就此时 两个并白老者同时跨出五镜 进入天启境界的塔 清晰地看到了那真实的未来 桑桑 你相信机缘吗 嗯 你就是我的机缘 就看桑桑身体被一道皎洁白光笼罩 为光明挣扎的睁大双眼 心中一震 这才知晓 原来冥王即是冥王 永夜即是浩天 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 正如那日夫子所言 绝对光明 就是绝对黑暗 想及此处 只觉着人间已是无趣 相视一笑 皆已不再言语 共携手 消散在这无尽夜幕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